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一家手机的刘若虎 我是最不擅长演讲的 但是因为张鹏上次找了我说 是不是可以聊一聊一家这四年的一些创业的一些感悟 那我说OK 那我可以聊一聊 但是只有20分钟 我也不知道能聊啥 当然更重要的是 我看到好像在这个台上都可以打广告 所以我就毫不犹豫就过来了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广告时间 我记得在 应该在三年前 我是在这个台上来过一次 当时我在讲如何改变中国制造的一个演讲 现在三年过去了 我发现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正在 比如说我们以前都在提这个Made in China 现在可能大家更多的提的是这个Created in China 包括这一次CES我也逛了一下 发现很多的 不管是传统制造还是一些人工智能 都能够发现非常多的中国品牌的声音 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我相信肯定不是因为我类似讲了所有变化 那个太抬举自己了 但我们只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的一个参与者 那我们在14年我们发布第一款手机的时候 我们当时就进了这个欧美 欧美市场 特别是美国市场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运营商是主导的市场 能够进到这个市场有一席之地 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就像我在前不久跟美国的运营商在这个接触的时候 当我拿出美国的我们的一些用户的数据 他们觉得非常惊讶 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在公开市场我们还能够有这样的一些成绩 所以就可能以前大家没有想过说在美国能够有这么一种方式 而我们的这个用户呢 基本上都是一群这个极客或者是一些我们叫专家 大家知道我们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 因为从用户的这个邮寄地 怎么能看到这个用户是哪里 后来我们发现Google有几千个我们的手机用户 所以每次Google的人见到我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好奇 然后就问我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手机都可以免费领取 但是他们还要花几百美金去买一家手机 他觉得不可思议 当然这些人我们也是当时通过邀请马的方式 这些硅谷的这些经营他们会互相推荐 然后有了我们今天在美国的一些影响 当然这个说起来很轻松 如果你想想如果你的这些极客用户是你们的首批用户的时候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 非常决挑战 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在应该是在两年前 我忘了是应该是一年多前吧 当时我们一个USB线 这个里面有一个匹配电阻有问题 然后一个Google的工程师 给我们在论坛里面发了一个帖 说我们那个匹配电阻有问题 然后我问我们的研发负责人 我说究竟怎么回事 然后我得到的答复是说他不懂 他是错的 然后又过了几天我再问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研发负责人告诉我说 好像有那么点道理 我们正在研究这个标准 然后过了一个礼拜 我再问这个事情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负责人告诉我说我们错了 这就是一个Google的工程师 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 因为这是我们的品牌属性决定的 因为我们基本上在海外 初期的这些用户都是一批极客 然后他们是各个领域里面的专家 那你想想全球的这帮各个领域的专家 那他们可能很多都是比我们的工程师更牛逼的 那对这些用户 你怎么去能够让他们互相推荐 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 当然呢 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得意的一个事情 对吧 我们能够把这群用户都服务好 那我相信再没有其他用户我们服务不好的 当然呢 我们在海外的这些媒体 也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好的评价 这就是纯广告啊 大家知道这三个奖其实非常难得的 比如Cnet的这个叫Editor's Choice 就是相当于编辑推荐 包括这个连线的 包括这个卫报的这个五星评价 这些都是反正 我觉得可能有些媒体朋友已经见得太多了 我们经常会拿到很多奖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属于一家的独特的现象 可能只有 现在手机行业可能只有苹果还能排排队 那再就是一些草牌 比如像三叶草 有可能发布一些限量版会排队 但是我们在海外每一次发布 不管是什么产品 基本都会有非常多的人排队 甚至是这个提前一天的时间搭帐篷 然后去排队 所以这几乎成为一个 一家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现象 接下来我们可以放一个简单的短片 非常长 非常长 转换 快炜 太 forwards 转换 upper 转换 いうこと 装 雨 雨 by bwd6 这个算是我们还比较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一家四年以来 一直获得了非常多的用户的一些好评 并且我们差不多70%的业额都在海外 我们去年反正一年的营收近100亿 达成70%都在海外市场 所以很多人会说一家是不是最会做海外市场的一个品牌 好像经常会有人给我们贴这么一个标签 但是我觉得其实中国品牌在海外做得不错的 也还有其他品牌 当然说到海外的这个品牌 我觉得大家经常会提的一个概念 我们叫国际化 但是我们一直会觉得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这个你们可以批判 我觉得国际化是一个伪概念 为什么这么讲 我觉得它应该算是一个阶段性的 这个历史性的一个词 你们听过这个Google说 我是一个国际化公司 我要做国际化吗 我相信比如说苹果可能也不会说 我要去做国际化 对吧 只有我们经常在中国会听到更多的这样的 这么一个词 那我相信比如说在未来在五年十年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 在海外有一定的影响力之后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不会再有人提 所谓的这个怎么做国际化 怎么样出海 因为我们至少一家 我们在一开始 我们就说要做一个全球用户喜欢的产品 并且呢也没有提什么出海这个词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在全球市场在做 所以我们不会说有怎么刻意去做这个国际化 这个没有意义 当然呢我们也能理解在中国的品牌 在出海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信任 对吧 比如海外对中国品牌的这个信任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还有一些品牌缺乏认知 这个是一个很经常会遇到的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的确有些难度 那我们反正做了四年 其实对我个人来讲 我其实已经做了十多年的时间 有一些小小的一些感悟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最主要的部分 那怎么样做国际 做所谓的国际化 做海外市场 其实我认为很简单 就三条 第一个 就是我们是坚持在做这个世界级的产品 什么叫世界级产品 就是你做这个产品 一定要想的是全球用户都会喜欢的产品 但是很多人会认为 全球的用户 比如说美国的用户跟中国的用户 是不是会有很大的不同 会有很大的差异 其实我告诉大家 真不是这样 我认为一个好的产品 它是没有国界的 是会跨越文化和地域的 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以前做的一个事情 以前呢 我们经常大家会说 比如说在设计 就ID这一块的这个设计的 比如审美倾向 可能会有 比如欧洲人 欧美人跟中国人 是不是会有很大的差异 那当时我们也是将行将宜 然后在做一加五的时候 我们带着这个模型去纽约调研 然后同时也去上海调研 结果很有意思 我们在纽约调研的数据 跟在上海调研的数据一模一样 就是大家对这个产品的 这个设计的要求 需求是非常的一致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我说以后呢 我们都不用去国外调研了 所以我们后来调研就去 比如上海 比如像成都或者南京 我们会在这些城市去做调研 因为它最后的结果其实 比如说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说难道欧洲人不喜欢 这个更精致的东西吗 不是对吧 其实所有人 它产品里面它会有一些 有一些共性 比如说我们怎么样更精致 然后怎么样简洁高效的用户体验 这个其实全球用户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会发现 其实我们做的产品 基本上在 不管是在美国欧洲 还是印度 在中国其实大家的评价都 非常一致 比如说 很好用 很流畅 很舒服 手感很好 特别手感这个词就更有意思了 我在14年刚提这个手感 真他妈爽的时候 当时很多人还笑我 这个手感也成为一个卖点 但是没想到我这几年 就在 那个 几个月 三个月前 我在美国碰到那个 新浪的记者 郑骏的时候 他第一句话说 一家的这个手感真好 这个带壳就有点太浪费 这个手感 就到现在 大家一提到一家了 还是觉得我们手感很好 包括我们前几天 同事在跟运营商沟通的时候 把这个模型给他们看 他们也是说 这手机手感真好 比某水果还手感更好 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 我说为什么在 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人群里面 我们都得到这么一个反馈 并且他们觉得 这个东西很重要 所以 它的意思就是 其实你 不要太多的去说 每个区域有什么 太多的这个 不同的需求 不是这样的 我经常说 我们的用户羽群是极客 对吧 我就给他们举个例子 我说如果我今天造了一辆车 用车来举例 我很喜欢比如说 宾利的那个欧路 如果我把这个欧路 或者是这个布加迪这个车 给极客 他喜不喜欢 当然喜欢 但是大家想到布加迪 就是说他是加速最快的 跑得最快的 但是他的设计非常 非常漂亮 有艺术 他的CEO也说 我们卖的是艺术 那你说极客 难道不喜欢吗 所以我说这个有时候 不要被一些 所谓的 专家的意见 所带偏了 其实大家的用户的需求 是差不多的 当然 第二点 我觉得这个 前面我们讲的是一个 是产品 怎么做一个 全球通用的产品 第二个就是 我说的其实是价值观 我觉得我们 一个是要做好的产品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第二个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可能是中国品牌 最大的一个障碍 就是价值观 但是这个价值观呢 说来说去 是一个很朴朔的东西 比如说诚信 对吧 怎么透明 这玩意 这是多少年前 我们的古人 就告诉我们要诚信 那这个在海外 就像我前面忘记讲 比如这个海外排队 这个事情 经常包括甚至 有些同行 都问我这句话 人家说 你们的海外排队 是真的吗 有没有请这个水军 我说 如果是做一个同行 他都在问这句话 这是说明 他自己是没有信仰的 为什么这么讲 你为什么觉得 在海外是可以 请水军的呢 当然海外应该叫海军 对吧 所以 我告诉你们 这个在海外 如果你请水军 非常容易 并且我们是去极客 他可以把你 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 这个找到 包括我们以前 有一个 有一个员工 他在论坛上 在这个账号 后来就有用户 把他所有 社交媒体的账号 都跟他这个ID 都挂上钩 因为我们都是一群 极客的用户 他们有各种办法 去把你的 所有东西都 给你暴露在这个阳光下 所以你想去 骗用户 或者不诚信 或者是想做假 比如说国内 经常搞什么水军 在论坛里面去 搞一些假账号 去发帖 这个东西在海外 千万不能干 就大家以前 在国内经常干的事情 我可以奉劝大家 在海外 绝对不能干 这是我们很多 可以说很多中国品牌 出海最大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障碍 可能比前面做产品的 障碍更大 那这个是我的 这个切身的感受 就怎么样能够 在海外 你要更加诚信 比如说更用户 更透明 你不要想这个 骗用户 不要这个 想藏着掖着 这个是一个 说起来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 一个东西 但是 怎么样去做到 我觉得这个是对 可能我们有一些 中国企业的一个考验 当然你说 美国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 金头条上的一些 这个文章 哎呀 说美国人不 不相信中国 或者对中国有偏见 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 他妈在中国以前 做了很多这个 确得的事情 所以人家有偏见 是有历史的原因 就是我们可以 怎么可以理解 我是个人一直表示 可以理解 但是我今天我不能接受 我不能接受这个偏见 但是我表示理解 是因为的确以前 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当然了 我希望我们更多的 中国品牌 能够慢慢去改变 这个印象 我相信花不了 多长时间 当然第三个 我说的自信 这个自信 怎么讲 为什么最后 讲这个自信呢 因为我认为 自信其实是种信仰 就是你对自己 相信的东西 是不是能够坚定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对你 自己相信的东西 比如说你相信 好产品自己会说话 我就是做好产品 通过口碑传播 用户他一定会买单 如果你坚信这一点 你就不会急功近利 不会去搞假的东西 对吧 不会去欺骗用户 我不知道大家理解这点没有 这其实就是 我说的自信 其实是种信仰 就你是不是真的是 坚信你的 所谓的相信的东西 如果你真的相信 你有这种自信 那我觉得 其实你很多 比如说前面的一些问题 它就不会发生 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 这是我自己的逻辑 所以我一直讲 我说这个怎么样能够 让我们的中国的企业 更加 就带 这个给这个世界能带来一些梦想 这个是我 这个由衷中的一个期望吧 当然这个最后还有三分钟 讲一讲 这个 我的所谓的章篷 让我分享一下 这个做四年的一些感悟 当然我前面讲的很轻松 对吧 怎么样 这个做好产品 怎么样 这个 透明 怎么样搞定这些极客用户 怎么去满足极客用户的需求 说起来轻松 但是当然 这个过程是很 很不容易的 这个不容易呢 是你 是不是真的能够坚持 你所相信的东西 我们也不是说没犯过错误 我们以前犯过错误 虽然我们也做过千元机 但是我们也曾经想过 做一个 这个终端的旗舰机 对吧 也干过这种事情 但最后我们当然没 没做了 停掉了 但是直到我们去年 六月份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印度 在高端市场 仅次于苹果 是第二名 然后又有这个 很多同事跟我在游说我 说我们要不要做一个 两千到三千的 这么一个轻旗舰 因为我们在印度 卖到三千五到四千 在高端市场 有这么一个地位 大家本能想 两千到三千 没有一个品牌 可以赞助 其实中国品牌 基本上都在两千以下 那看到这么一个 大的诱惑 然后又在蠢蠢欲动 但最后 我还是坚决地否定了 我说我们专注做旗舰 并且只是做线上 这是我们非常清晰的定位 但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就是我们说的本分 其实就是你在 面临这些诱惑 和一些压力 市场的压力的时候 是不是你还能够坚持 当然我可能 我可以做一个 两千到三千的 这么一个产品 可能会能够 再多拿一个几百万的用户 但是这里面 你的 比如说一加代表旗舰 在这么一个标签 它就会被 稀释掉 那大家以后想一加 代表什么 至少现在所有人 想到一加 就是旗舰 然后我们当时在印度 我们问过我们的粉丝 比如ERX怎么样 就是我们以前做的 那个轻旗舰 然后他说很好 设计很好 做工很精致 很漂亮 但我就不买 为什么 因为我买一加 就是买旗舰 就是买最好的安卓手机 所以他已经给了我们 一个很好的定位 那你是不是能够坚持 我觉得这个是 我做企业 最大的一个考验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什么道理可讲 我觉得也没什么道理 就是有时候 就是一种理性 加感性 就是你 最后还是要回答 你的内心 你究竟想要什么 你是不是能够坚持 你在这个 比如做这个品牌 最开始你想要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说的初心 所以呢 其实这个最后 最后我是 想送大家一句话 但这个上面 在这里是吧 这个话有点矫情 就是你信不信 真理就知道了 什么叫真理 真理就是 好产品会说话 比如说诚信 透明 公开 然后坚持做正确的事情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呢 这个话说起来很简单 它做到不容易 但是往往我们就是因为 在这个面临一些诱惑 和压力的时候 可能偏离到我们 最开始的这个 设定的这个轨道 所以我说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 就是 你相信真理 真理就在那 关键是你要不要 你相信他 但最后 因为今天来了很多创业者 我想给大家 说一句 除了极客公园的这个大会 你们可以参加一下 以后就别再去 老是跑什么这个大 这个叫什么 很多这样的创业 创业峰会之类的 那是浪费时间 因为 有这个时间 你们还不如回去好好打磨产品 谢谢大家 感谢刘作虎先生带来的精彩分享 有请极客公园创始人 总裁张鹏